答啦 今天是什麼日子呢 今天是什麼樣重要的日子呢 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吃臭豆腐日子 這一個呢是畢勝科最近推出的 限時販售的黃金臭豆腐披薩 是不是限時販售有點重要對不對 就臭豆腐很重要 就讓大家先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美麗又華麗的奇葩披薩囉 它其實上面的臭豆腐還有這種 台式泡菜跟醬油都有 所以我在猜它味道應該不會太奇怪 我剛剛打開其實我就覺得好像很好吃 就是買回來的時候就覺得好像不錯喔 有點期待 那我們就開始吃啦 好神秘喔 這是臭豆腐欸 臭豆腐本人欸 它的泡菜也是台式泡菜本人 其實我覺得還蠻搭的欸 它有那個起司的感覺 它有一個什麼起司 Montarilla起司 它感覺就很像是把臭豆腐放在麵包上面 所以味道是分開的 但還蠻搭的啊我覺得 你給它臭豆腐那個味道有出來 有欸有欸 就完全就是那種小店賣賣的那種 第一次也是臭豆腐 它畢竟這個臭豆腐也是算是台灣蠻貴品的小吃 有一些人可能比較怕那個味道就不太敢吃 但我覺得這個還好 是有這麼一些味道 可是又沒有說臭豆腐很新鮮 嗯我覺得 聞起來其實還蠻香的 但吃起來我覺得 Maybe不敢吃的人還是會覺得燒爬 因為它就是臭豆腐的味道 所以不敢吃臭豆腐的人身表遺憾 我覺得臭豆腐的內心比他們想到的一個美好 他們一定要創新鮮 有看到他們內心都對 其實它最近還有推出那個黃金牛腩口味啦 可是那個我完全沒有想要試 因為我不行 因為我真的不行 你是屬於這種會把披薩的這種後面會吃掉的人嗎 我通常會吃掉欸 因為它有沒有不好吃 它只是比較硬欸 其實很多人不吃那邊欸 嗯 有些朋友都不吃 蠻可惜的 覺得他們很像賊 但他們可能是想要吃得下更多片的 所以他們就是想說把我們後面那邊太厚留下來 因為它這款披薩 它只限定說只能做厚片的 不能做薄片的 不然我反正如果它可以做薄片了 就想要買薄片 因為我就是怕這個皮太厚吃太多 我會喜歡薄片的 薄片比較好入口 也不會那麼薄 我們現在呢 就一邊吃一邊來聊一下我們今天的love 你知道嗎 我想大家都應該有經歷過 臉書的輝煌時期吧 沒錯 雖然我現在大部分都用IG啦 我就是每天都會上去臉書 就翻一下大家最近的概念 那臉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回顧 喔 它最近很愛回顧耶 嗯 而且我們每次都發生一些 原來自己之前還蠻中二 然後長得也太鼻蹟了吧 就起來 可能會有一些很想很 很充滿懷念性質的一些事情 就以前做過這些事情好懷念喔 很開心 然後有一些會是那種 特別好笑有趣的一些故事 然後想說欸這什麼東西 為什麼會講這樣子的話 都想不起來 我們今天呢就選出了我們牆上共同三則的回顧動態 先來看這第一則 嘿嘿 這是某一次過年嗎 嗯 大年初三的時候 嗯 我們就路過草莓攤 那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吃草莓 草莓季根本就是我活躍的時候 就說我想吃草莓喔 我就說 嗯你不是已經吃兩顆了嗎 那個時候我就又回說 兩顆哪都三牙縫啊 就覺得說這吃兩顆哪裡夠飽啊 因為我是一個很實際的人 所以我就回答他說 為什麼 就是你的牙縫已經塞了兩顆還沒有滿呢 就是很大的牙縫呢 我想它其實是兩年前吧 欸 其實它兩年前 對 我以為是很中二 我以為是五年二合 是那種 對啊五年十年以上的回 那兩年前呢 我們就是越活越年輕了 那你現在看有覺得自己當初回的話 很不得體或是很棒 我覺得很可惜 好喔 你不覺得很實際很有道理 對我覺得就是 我沒有想到你會這樣回我 你沒有想到 對我的牙縫怎麼那麼大 沒有 誰會這樣子想啊 應該要很實際的想一下 雖然牙縫 爆兩顆草莓不夠塞啊 但還好你喜歡吃的草莓 像如果因為我喜歡吃巴勒 那又覺得太骰了 更骰了 感覺很痛 太骰渴了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則回覆 這個我就覺得有點中二 我們都從四年前 那時候好像很流行 你會測說 就是你拍一張照片 它就會幫你測你臉的年齡 對 就是真的很流行這類的東西 這類貼著她的東西 就是當睡小孩 對 而且每張照片都是好像 你年紀比較大一點 然後我比較小一點 那我就覺得十分沒錯 對你看 斥責這個城市 對我覺得這個 這個很不準 對 她的母餐 太不準 而且這樣我們差七 所以這樣會怎麼 我是覺得不阿姨 我是覺得太奇怪了吧 因為這個網站讓我太失望了 所以呢 以下採訪大家的留言 就是 但我們是姐姐還是 差七姐姐的 你差不多知道 第三則大概是 我覺得我人生到目前為止 發生過的事情 還可以排在幽默排行榜前幾名的一件事 覺得你怎麼會這麼的機智 是 因為你怎麼會這樣一個人嘴巴已經很痛 他去過癮的時候 一大清早 7點鐘起來 問你說你覺得好 你有沒有腫的感覺 結果你現在跟我說 你是歐陽瘡 沒有辦法就是 情不自禁 你來看了很久 然後很認真問說 你是歐陽瘡嗎 我對時睡意全消 可是 就算你被講說歐陽瘡 你還是很開心 因為你一直把這些信拿出來偷 我每年都會回 對 就是臉書一回顧 他就立刻問我們說 要不要扣一下 他覺得還是很好笑 但他覺得很痛 因為有時候秋冬會有口腫眼 你嘴巴就會發腫又發癢 真的很不舒服 對阿 我不是沒有同一句 我只是乍看之下 然後早上剛起來覺得 嗚喔 對 只是想有一個人瘋的 然後我們就要再把 這一盤客觀的一個過程中 跟大家說再見 如果你想要品嘗一下 東方的小吃和西方的披薩 結合的一種特別口味的話 也歡迎吃吃看喔 這是不是蠻好吃的喔 他真的太失靈了 這一個妄想 最後倒閉 今天我們還買了半熟塔的部分 其實半熟塔 其實我沒吃過 還有屬心心 你吃過嗎 之後呢也會像這樣子 吃好吃的東西 然後跟大家聊一些垃圾話 那當然大家也可以去回覆一下這些東西 真的是蠻有我的 那當然如果你們有好笑的東西 也可以分享給我們喔 如果有任何一點的話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們喔 那當然要記得訂閱和按讚跟分享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